塑膠餐盒裡面裝了小菜 但上面卻有一層白白的東西 民眾真的好傻眼 餐點怎麼會發霉 當事人氣得抱怨說 難道這家店的小菜 還有用棉花糖來點綴嗎 他在15號上午10點多 用外送app 點了一家蔬食飯捲店的餐點 總共花了210元 下單後大概十多分鐘就送到 但打開一看發現 海帶素肉發霉了 根本就不敢吃 我完全找不到這間店 我Google怎麼樣都Google不到 我們直接照著訂單上的地址 來尋找發現這間店 是有實體店面的 就位於新北市淡水區 不過剛好是電修的時間 鐵門拉下來沒有做生意 至於新北市衛生局貨爆之後 也派人到場來擠茶 原來業者在這個地方 同時經營潤餅加盟店 以及素食飯捲店 店名不同 當事人才會一度搜不到 實材檢驗要是不合格 又沒在期限內改善 可罰3萬到300萬元 至於店家沒蓋好垃圾桶 限期未改善罰6萬到2億元 業者則在Google留言區回覆 說是拿錯要丟棄的商品 會趕快跟當事人聯繫 並暫停營業進行自主管理 UberEats也回應已經全額退款 並將商家暫時停權 更不排除會永久停權 本來想好好吃頓飯 卻差點吃進發霉物 消費者只希望店家負起責任 更希望別再有其他人 遇到相同狀況 TVBS新聞 李正文 玲玲 黃凱進 新北 張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